他是中国平衡球运动员 他拥有着强大的气场和灵力的球风 是中国平坦一品桀骜不新的造劳 他血气方当 以强则强 仅用四百四十五天完成大马观 成为世界平坦时尚大马观进入保持者 实际无人超越 他就是中国体育的骄傲张继柯 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继柯有请 张继柯 欢迎 来 有请张继柯 我们请张继柯也跟现场前前后后 左左右的朋友们问候一下 大家下午好 对 因为这个场馆还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在这里在两年前有比赛过 对对对 当时是什么成绩啊 我们的乒乓球的职业联赛在这里有过一场球 明白了 其实呢 今天的二位来啊 打的是咱们的这个明星赛啊 既然是打明星赛咱们先问一问 二位平时用的是什么英雄 我用射手比较多 射手 为什么用鲁弯呢 可爱啊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对啊 你就打一个类型的吗 有时候会玩凯 有时候会玩凯 对对对 OK 好 既柯你平时用什么英雄 我可能玩肉比较多吧 对对对 就是亚瑟 亚瑟啊 对对 喜欢亚瑟 一直都玩这一个吗 然后程耀金 对 程耀金 脸儿比较喜欢这种凶猛型的啊 对 好 能考能打 今天就通常啊 咱们说实话 平时啊 都是要么在办公室玩啊 要么咱们就比较多在后台玩 鸡科平时在哪儿 训练室宿舍玩 在训练室好像不能玩吧 哦 对对 一般都是训练之余呢 呃 在宿舍 然后家里会玩几把吧 对 今天在这么大的场馆玩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鸡科先来 好像比我打球还要紧张 对 是 从来没有那么多人一起围着看你打游戏过 哈 亚瑟会紧张吗 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平时在舞台就是唱歌啊 或者是发布会 但是今天要成为一个选手 我觉得感觉这个身份很不一样 咱实话是说打得好吗 呃 不是特别的 哈哈哈哈 啊 一般都是咱们也不问什么段位了啊 不合适 呃一般 我钻石现在 啊钻石 对对对 还是很开心的这个钻石 哎哎哎哎 什么反应什么反应 人家说钻石我们应该鼓掌了好吗 李怡峰现在是钻石 很厉害了 鸡柯现在是什么段位 我比李怡峰差多了 啊 我是 呃 黄金对 哦黄金 也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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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平常本来就很忙 能用那么一点点时间打这个段位就很不错 很不错再说了这段位这个东西嘛对吧 上上下下是很正常的 是的 左边巅峰队 右边是非凡队 那两边都集结完成了 再说一遍啊 巅峰队 非凡队 你们觉得谁会赢呢 谁 谁 谁 太好了喊什么的都有 这就是做主持人最爱听到的状况了啊 呃都集结完成了 呃 黎一峰先生有什么战术吗 现在可以说说吗 呃猥琐发育 可以 都都全队都猥琐发育吗 攻打水晶 哦 好这是他们的战术 好我想问一下老帅你觉得 你们有机会赢吗 我们吗 哎 我们其实 对因为大家都比较忙 其实练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其实跟他们打就不需要练太多 哇 不需要练太多 这话听得根本忍不了 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秘密训练过 我们有没有秘密训练过 呃 其实我们早上一大早就在训练了 呃 你们是早上训练 对 因为我们是有备而来 那你觉得你们的胜率高吗 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吗 呃 我其实人狠话不多 我也不想多说了 咱们三早见好吧 哈哈 哈哈 讨笑地上线 好 看来两边都已经摩拳擦掌了 没错 嗯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十位的嘉宾 来到我们的对战席就座 来稍事地准备一下 来有请 马上即将开始的是他们的对决 包括其实我们刚没有提到说 像老帅也好 其他选手也好 刚才是 李一峰现在张气柯 而且你知道 今天的对抗 他们是跟职业选手同台竞技 虽然他们刚才已经有在曝光说自己的这个段位是多少 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一款游戏 就是可以让所有段位的选手玩家 都能够享受到游戏流畅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玩马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对不对 是 好了 那么马上即将开始对决 我们刚没有说完 像包括老帅 因为你也知道 陈轨作为中单感同身受多次交手 因为本身是 素有国服第一中单之称 你想要封神国服第一中路 你就得过这道卡 对了 哎 包括 吴宾县拆水晶的明星选手 A进场会的孟磊 是的 非常非常地期待 而且其实今天两支队伍的碰撞呢 两位明星我们也说过 六位选手我们也说过 来 陈轨 说实话 你告诉我 李一峰 巅峰队这边 还有张继柯非反对 你更看好哪一面 我肯定更看好吴恒的对手了啊 是不是 看好吴恒对面那一边是吧 我刚才就说到好队伍 那其实你觉得呢 那我就看好巅峰队 好 你们两个要么 自己上来也是互相奶了一口 哎 我觉得啊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 给到我们的一个传统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 只要你在台上 一支队伍里面的两名选手 我一定要让你们分开打 就是要看你们相爱上上 哎 包括之前我看他们分开打的时候 都是对自己队友非常的残忍 哎 异常的残忍 就不知道为什么 平时是结了什么仇 结了什么仇什么怨嘛 哎 我觉得战场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好谈 这样上了战场 就是你所活 好的 非常期待两支队伍的精彩表现 马上即将来到他们今天的世纪交锋 明星战 看到蓝色方的巅峰队 以及红色方的非凡队 其实前面李一峰已经有在透露 说他自己究竟最擅长哪个位置 射手 射手 尤其是鲁班 射上香自卑 对 射上香鲁班 而且张继哥也有在说 自己平常会比较喜欢用战士 我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不管是他李一峰拿到鲁班也好 还是苏射上香也好 其实都是后期会非常好打 对 后期很强的 对 我觉得他有压力 比较小看哦 对 而且你知道李一峰有压力在哪里 是因为 其实这局对面就有国服第一兽手在 他们的对抗 对不对 巅峰队 我们看他第一班 搬掉的是安琪拉 是的 非凡队 搬掉的是白李守约 对了 张继哥今天拿出战士 我其实还真的满期懒 他今天真的会拿出亚瑟 因为他自己刚刚有在说 有在说这个英雄 之前说伪装是国服第一 露娜巅峰队这人直接搬上 搬掉了 不给你秀的机会 不给你秀的机会 第二班直接搬掉了 不出火舞 而且除了我说张继哥 如果拿出亚瑟 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 而且你想想 欧豪他其实拿的也是 人气非常高的英雄 孙悟空啊 蔡文吉也上了班位 蔡文吉 最后一班 蔡文吉现在也是 奶量持续地上涨 其实早在很多版本之间的改动 蔡文吉就一直是在我们排位当中 大家非常讨厌见到的 因为这样是讨厌见到的 很难打 本来快要打死了 他硬性能给奶上来 诺言这边抢到是关羽 但是不知道这个关羽 是诺言自己使用 还是给到武汉 我想应该是给到武汉 踏雪死到关吧 是的 诺言的关羽也不差 当然我们精彩里面 也是有这个选项 让大家赶紧去口气那边 其实你要真的说的话 关羽也算是他们两个一个 常名的英雄 都是常名的英雄 马可波罗和凯 哇 马可波罗现在拿出来的话 有个新皮肤 有一个新皮肤 而且其实我跟你们说 这个新皮肤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设计师在做他时候非常有心 他那边有趣台词是 很有趣 陈葵你就知道4819 哇 这个我太熟悉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队的神来了 4819勇权不朽 我们竟然调管他 鲁斑来了 飞行队这边第二选拿到了凯 巅峰队直接拿到了女娲和鲁斑 第一分看来是绝不食言 绝不食言 我说我要 我擅长鲁斑 今天我就要秀一下鲁斑 这最近鲁斑也是很火呀 包括花鲜鱼也是出了一首歌 智商250 是的 哇 这边中度有意思了 我们看到这边要拿李白吗 李白要锁了吗 李白要锁了吗 孟磊的话确实也是李白 最后他的招牌英雄之一 是的 张细可这边还在犹豫 还在犹豫 再换 来来来来来 你看 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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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换 应该是要确定了 有这个感觉 换了一下终结 要锁定 啊 确定了 确定了 那么看一下巅峰队 最后两手 现在射手有了 钟丹有了 关羽有了 谁说女子 老夫子 花木兰 哇 厉害 哎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关羽是打辅助位置的 不好说 他如果不换的话 关羽可能就是在辅助位置 是吧 但关键是 哎 我其实很好奇 电竹队这边辅助这个位置给谁来 啊 还是要换 还是要换 看到欧豪这边 还是要换到他的孙悟空 谁说女子不能男 介绍自己非常擅长的英雄 爆发很高 而且这个英雄本来就很帅气 是的 而且诺言跟吴狠 其实也是老对手 对吧 而且他们这次是 两个边路英雄都拿出来 到底谁给谁 让一个辅助位置出来 不知道 我们看最后非凡队 还差一个钟落 朱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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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朱葛亮很有可能 还是让伪装去使用 对 应该 应该可能是要给伪装 因为他的打法非常的凶狠 而且也是他的招牌英雄之一嘛 所以当时朱葛亮最尝试的 一几个版本当中 使用的非常非常多 你们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看到我们表演赛上非常有意思的阵容啦 你看一下 这个张继柯 这个张继柯 这个亚瑟 大魔王张继柯的亚瑟 对不对 而且还能看到这边的凯 其实凯的话最近也是见得不太多 巅峰队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喜欢的猴子 而且我觉得李一峰今天这场舞班输出我觉得能打得出来 因为有个女娃宝他 有女娃宝 有女娃宝 我觉得他们其实心里还会有一些紧张 还会有一些紧张 说实话 有一点 对 因为其实就像陈葛刚刚自己有讲的 你坐在台上去打的时候 因为是你擅长领域 对 就像你今天在上台之前急起来跟我聊 还是会有些紧张 因为说放松 因为是转换到一个身份嘛 转换了一个角色 对 我觉得李一峰也好 张继柯也好 包括像这个欧豪和苏宇宝 他们都会有些紧张 但其实你真的要知道 在他们各处的领域当中 真的都是吃茶风雨 我们前面 都非常的出色 对 我们前面说到李一峰 大家的欢呼声已经足以证明一切 我们说到欧豪也是 而且我们说到大魔王张继柯也是 秉天也是百米飞人 今天期待他们在我们赛场上的表现 是的 其实说到李一峰啊 还有我的一个室友 很早很早以前 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他 好想要我这次去要一个签名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其实今天上台之前 其实就已经弥昧星星 你知道吗 我很怕他会直接冲到台上去 随时准备按住 你也开始流口水了好吗 不要收我 看到李一峰这个滑眼睛 而且其实他们无论是人气 非常高的明星也好 还是说成绩非常飞燃的运动员也好 我们场上的六位职业选手 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其实已经征战了非常多赛季 很多赛季了 很感慨 真的很感慨 现在已经第三季了 对 第一季还在去年的秋季赛孤独赛 是啊 而且我觉得秦桂应该也是必必赞 我们这些时候也是经历了非常多 这个位置的转换也好 对的 包括队伍的一些起伏也好 我经历了过五个位置吧 差不多 都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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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现在最喜欢什么位置 现在最喜欢可能是 服责这个位置吧 有可能就是能带领他这个胜利 找到胜利 找到感觉了 只要能赢就好 要担起责任 找到感觉了 好了 那么双方已经选择英雄完毕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黎峰队长巅峰队这边的阵容 上单诺言最终是拿到了花木兰 奥鸿拿到了打野的孙悟空 老帅拿到了女娲 而黎峰这边拿到了他的射手鲁斑 最终是无痕来使用关羽 是的 那么非凡队这边苏比 今天使用到的是凯 孟磊使用到他成名英雄李白 伪装使用的是诸葛亮 黎峰座使用的是马可波罗 最后张继科使用的是亚瑟 是的 那最后其实还是你看关羽还是 关羽还是无痕去玩 是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真的有限的 好了 那么也是来到双方比赛 蓝色方的巅峰队 以及红色方的非凡队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希望现场观众再一次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场上的十位选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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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个和平开局 李白先打自己的蓝BUFF 对 因为这个蓝BUFF对李白是很重要的 看一下乌恒的位置 在骚扰一门斗 还有张继科再打红BUFF 是的 中文化位置 小场吗 他也是想把红BUFF推出去 骚扰一门斗 成功了推出去 但是又有拖战了 有拖战 有拖战回血了 回血了 还好能没有被拿掉就好 这都是小细节有没有 打得还蛮认真的 直接拿下 哎 看一下梦梦的位置 哎 这个怪语可能要出师姐 周旋还在转 吴恒还在转最后一刀 苏秉天拿了一刀 撞到了苏秉天 苏秉天这个位置 跑过来周旋的蓝球 我觉得吴恒刚刚那一刀 毕竟他跑得贼快 所以苏秉天跑跟移动速度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吴恒刚刚那个原地转圈 叫什么叫爱的转圈 爱的转圈 对 苏秉天说 明年你可以来我们这个队伍报道了 可以试一下 有没有兴趣练一下短跑 教练我想跑短跑 上路 回来看 伊波多尔跟 这个张七柯在上路打一个双人 打个双人 打个单线 是的 伪装这边血量比较残了 一波是一级的时候 去野区帮忙 直接被李一锋点成了残血 李一锋这边也是在下路勤勤恳恳的发育 而且拿到红buff 非常开心 很开心 很舒服 很舒服 可以压制对面 对 他们其实出双出的还蛮职业 他们是有在场下 就是互相交流这个出双嘛 肯定是有交流过的 出得很凶啊 你看 李一锋第一件装备 直接出了攻速线 这个怪语就是很皮很坏 他是个扶住位 现在是他就是溜达嘛 然后到线上 趁你不注意批你一刀 一刀就半血 对 到处方 现在不敢皮了 孟磊已经四级了 哎 刚刚说完 你是真敢皮 真敢皮上来 你是真敢皮上来 晕到 后面输出 跟上 苏丽艾 还拿到一个人头 而且依然是无痕的人头 哇 哇 最靠多难 好了 明天你可以来我们队伍当教练了 直接跨过运动员这个级别 看一下 欧豪这边带着队友 是中央干克林波 但是没有抓到伪装 毕竟诸葛亮三段位移 机动性还是比较强的 是 欧豪这一局其实来回跑 跑得很辛苦 刚才下落 我先要 李一峰这边发育 要保证一下他的一个空间 帮他看了一下 中央跑完上落跑 孟磊这边开始繁衍 繁衍 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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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波 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 陈轨对无痕的叙述 我刚刚说 哎 这边上来 这波 欧豪上来给你个踩 孟磊 要开场 踩 还要回去一丝血没有死 一丝血没有死 我的天 上来冲掉 踩下来一个大招 中没有收到的 这两个人头都走不掉 他在关于想干嘛 偷偷摸摸想给你们劈回去 是 无奈 这个手离风还没有发育起来 输出也不够 武汉现在在劈 这边不想走 还想留人 这下稍微有一点点冲动 人头被留下来 最后还能再换掉一个 苏妍这边倒地 残血的关于 被马克波罗直接收掉 这一攻打得非常激烈 是的 而且打得非常久 很激烈 李一峰 欧豪刚刚真的非常可惜 还差最后一下 平A就能带走孟磊 对 很气 孟磊这波非常的适合 是啊 我觉得其实张奇珂这一局 已经把亚瑟打成了一个 志愿流亚瑟 因为你知道什么 因为可能平常你这样打一打排位 压力没有什么大 今天跟职业选手同台经济 我就得把整个节奏都提起来 他今天真的是蛮长跑 你看上路跟马克波罗打完 跟一波都打完 然后跑到下路来 刚刚那波团战他也在 对也包括他非常相信职业选手 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干客 提高一个干客的成功率 而且乌亨这个是个支援的关羽 因为是辅助嘛 他不用去管兵线的压力 哪里需要我去哪里 哪里需要去哪里 现在死了两次了 三次 三次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第四分四十秒 两队比分 现在巅峰队是暂时稍稍有些落后 但是他们现在整体的发育节奏还可以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 经济并没有落后多少 我们主要还是看经济 而且你想马可波罗 这个新皮肤 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还没有正式一个发售 还在一个预定当中 是的 好像1月1号正式发售 对 反正一出第一时间 来来来 肯定要买啊 我跟你说这个皮肤 全国的召唤者们等了多久 别急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团战 批来刀 没让通 是的 孟雷进来 无痕自破是皮成功了 我批了你一半血 包括看到一个小细节 离峰这边其实细节做得比较到位 他知道哪里是有个残血的 对 会往那个方向去放技能 他其实 离峰这局拿到鲁班 这样一个大后期英雄 其实好好发育 他的大部分工作就完成了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只要能拖就行 拖到离峰和欧豪这边起来 因为中午空和这个鲁班7号 都是非常吃发育偏后期的一种 是的 离峰到中午想要推开 这边这个位置走不掉 帮助队伍追回两个人头 凯德这个人倒是给到了无痕 是啊 无痕是大仇得爆呀 而且刚刚欧豪的纵空 那一套技能爆发确实非常高 非常地高 直接秒掉马可波罗 这包围绕有机会黏住无痕 配上里边一个大一个大招 能不能收掉 一丝血 哇 一丝血 流血没记忆 这边张琪哥还在 孟雷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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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雷雪不多了 孟雷还在秀 孟雷还在秀 孟雷还在走 孟雷赶过来支援这一缩 子弹扫得很高 这边离峰沉默许久之后 终于找了机会爆发一波输出 这个位置 对手倒了有点快 得先跟着老帅往后撤一下 老帅一个大招收掉人头 好 张琪哥上去就是发一个技能 上来了 张琪哥说 这是我世界冠军的尊严 这么谢 我要收 很猛 哇 导弹非常的精彩 对 这个鱼饭非常棒 孟雷又上来提 上来了 看能不能跑掉这波 但是孟雷血量不是特别好 你看 什么叫做 你最跳 我就先打你呀 孟雷就是满场线在被追 我最跳 你来打我呀 孟雷这边想找 就会刷一下大招 而且巅峰队这边有女娃这个英雄 他是很好守线的 对 所以你们必须到边路跟我打架才可以 对 其实现在张琪哥也是慢慢肉起来 他一旦肉到比较成型的时候 可能他控制不是特别的充足 但是一个大招足以 关键是他坦度狗 是你们现在聊到这个阵容的问题啊 来看一下 非凡队这边 基本上前中棋偏多 李白属于一个后期英雄 那么看到巅峰队这边 这五个都是后期特别强的 你说要是振挫到后期 这个位置是苏炳天 倒了 苏炳天开局其实拿到了非常大优势 这个位置开始遭了一些针对 现在双方的经济已经几乎持平了 几乎持平 人头也是8分8 打的是 对 打的其实比较胶准 来看一下 孟磊的下路带现 又来了 你看 你看这个乌亨 乌亨又来了 反推一下 我还要跟上 这几说 所有的技能 全部打到了张琪哥身上 孤单英雄 这个位置队友不敢支援 看下路在干嘛 孟磊跟老帅的下路相爱上下 孟磊肯定是有点想法的 孟磊在带老帅发现了 因为太了解孟磊他的一个打法了 直接就下去守 对 我知道你要偷我下路的桥 对 直接就下去守他 你去哪里 我去守哪里 在全角中落 所有的技能 起火都在孟磊身上 但是太灵活了 这个位置抓不到 抓不到他 抓不到 抓不到 中落 黎一峰 这个位置血量很危险 往后撤了一步 这步撤得不错 创造了输输空间 反身再点孟磊 瞄准了黎一步 再来 真正的一秒 倒在了对方C位 鲁丸的面前啊 没有切死 张奇哥上来一往 目前这个位置 打不起来 但是侧面别急 黎一峰这边没收掉 侧面还蹲了一个诺言 祝国亮的状态这波非常好 他们如果再不走 会被他收掉的 对 双buff的位置 美姿斯 对 现在这个时间段 应该也是马可波罗的强势点了 对 一个中期 9分钟 现在应该是已经出到了 快出到纯净苍穹了 是的 看一下 现在双buff的走位 哎 孟元在干嘛 在干嘛 想蹲他的队友 腿装吃到呀 两个人你真的蹲不过吗 果然 大招直接推死 这波打下非常漂亮 一波多在往后退 这个位置已经不敢上来输出 虽然对方是已经有残血 这边苏平年大招正面直接切到对方中路 飞超胸 来看一下 老胸这个位置一直能推下 老胸这个位置一直能推下 但是又被死平年给到了减速 这个位置不好走了 哎 我们再看一下战场的另外一边 孟磊跟 诺元皇城PK 皇城PK 哎 这边刷大了 不好走 还有塔 不好走 哎呀 走不掉 非常的可惜 但是注意欧豪的位置 欧豪去找张继柯了 哎 猴子跟亚瑟单挑 哎 大魔王 亚瑟这边还是非常肉的 一号技能打过去 哎 哦好奇 他现在输出你 刚刚前面看到他打脆皮C位 站很高的 对 但是打肉的话 打肉的话有点打不动 有点打不动 有点打不动 打脆皮可能 哎 来看一下 哎 这波要鲁班绕后吗 刚鲁班是想试着去 看能不能留住人 因为吴恒在旁边嘛 对 哎 我跟你说 李峰真的就是前面在下路 发挥 发育那么久 他到中路去拆塔 那一瞬间 你知道给我什么感觉 就反正我压抑了这么久 我要输出我不管 到中路来 他其实现在装备已经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他已经是有两个大剑在身上 现在马可波罗的装备 是非常的好 有了末式和纯净仓球 哎 然后再配合这个新的皮肤 贼炫酷 贼炫酷 有什么加成感觉 皮肤加成感觉 哇 这很高啊 我们这边要当心一点 老帅血量不多 梦磊想要去切 也残血 相爱相杀 相爱相杀 总想把老帅贴死 中塔推掉 哎 这波诺言发现了 发现了Evendo 偷蓝buff 成果出来了 大招 直接推 直接带走 恭喜Evendo 拿到一张蓝buff体验卡 体验了一秒钟 直接被花板这边秒掉 很气 是的 不过现在双方的兵线 其实打得有点对立了 双方兵线 现在一路上一路下 都不怕 孟磊在干嘛 又去透对面的红buff了 对面也却不然有齿面 而且你还抓不到了 你就很气 对 而且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已经偷偷摸摸蹲了好久了 是的 我觉得他有想法 对 我觉得他有想法 他想去单杀一波老事儿 或者是无痕 看怎么蹲到人 有可能是让队友在上路团战 然后自己把兵线带来 把水晶拆掉 看这个位置 刷了一个打 刷了一个打 但是 孟磊在奔她的影子 孟磊在奔她的影子 她要不要回去回去 可能被打一套沉默 一套秒掉 可惜没有蹲到 没有蹲到 闪现 再回去 这个位置还要秀吗 重来的话 伪张非常凶 直接切到C位身边 带走李一方 我们看这个位置 孟磊怕是难走了 但是孟磊一个人牵制住了 这三个人 才让李一峰在中路 没有一个队友的保护 我们成功让孟磊自杀掉了 孟磊牵制了三个人 因为到这边开始偷大楼 是的 上路张奇珂 苏比捏 一波多 三个人已经开始在开主宰 这个主宰看得不够 已经发现了 可以 张奇珂最后能不能抢到 主宰现在还是说 得先打人了 直接被带走 张奇珂现在很肉啊 没有人能够处理他 还在追悟痕 还在追 张奇珂走不掉了 反正批掉 一波多这边没有放弃 很机智 对 因为那个主宰 就已经是残血状态了 血量很少 血量很少 他选择把主宰给rush掉 对 这边打掉 诺言绕了一个大后 打击个沉默 伪装这次却聪明了 我有一个灰月 你把我怎么样 沉默没打出来 再甩一个大 血量不多了 得赶紧往后撤 看来两边的同队的都是相爱相杀 伪装 诺言 老帅 孟磊 难得有机会互相打一打 哇 这一刀啊 受不了 很痛 是的 我们看到李白的这个皮肤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在向大家介绍了 凤州皇的这个手办的同款皮肤 其实严格来说应该是 皮肤的同款手办 其实真的很精致啊 可是非凡队这边拿了大龙 但是也很难拿下高低 因为这边有女娲 她那个技能是非常变态的 手高低能力强 对 不然这边导射了兵线 也非常的快 是吧 非凡队这边在上路抱团了 四个人都在 像揍着这一条主宰先锋开 能不能把上路的二塔给拔一下 很难拿 女娲那个可以堵线 有点难 而且这边 可以把线给堵住 然后把线给推走 这边已经吃不住了 开了一个大招 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诺言会不会给她机会追过来 先没有追 直接打正面战场 李白 孟磊直接倒下 直接被李一锋收掉了 是的 张继哥这边还在试图保护队友 作为一个坦克经受不忘队友 马布罗往后撤下 这个位置 佩冬妍截断了 一波走 这个位置走不掉 开启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有点绝望 扫里缩子弹 黎峰拿下这颗人头 颠峰队这边试图反推一步高地吗 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要先清一下冰线 先清一下中路的冰线 先清一下冰线 感觉颠峰队这边有翻盘之势啊 有有有 是吧 他们这边的后期英雄非常的多 是啊 我们要关注一下 其实就双方几个大后期 你看颠峰队这边其实 其实看费班队这边其实看到 尤德尔马格陀罗装备成型 对的 天文队这边其实 李一峰的鲁班 装备也差不多了 还有老帅的女娲 装备先poke人很厚 对 这个位置 好凶啊 好凶 真的是一个人冲击敌阵 双杀 有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纳下结果双杀 在四名敌人当中 四人 人群当中 人群当中 两人手机 还有谁 还有谁 想往后推 在刚刚中路这波团战的时候啊 李一峰和欧豪 是直接机智的把暴君拿下了 这个时机开明差的不错 佩服的非常好 这个位置想要追 鲁班子波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想要再过来支援 吴恒来留恋晚了 这个位置进不来 直接被苏炳天带走 是 可惜这一波中路没有拿下来 说是吴恒这个位置是个辅助 但其实他的经济并不比C位差 我觉得他这一局打的就像 就是这种C位的感觉 对 就像一个自由人一样 他三路线的兵线都可以去蹭 我们来看一下 诺言的这一波精彩操作 直接打出沉默 之后 二技能往里面推 带走一个闪现 一刀一技能 再带走另外一名敌人 好了 双方打得有来有往 其实 在开局的时候 非凡队拿下的优势比较大 巅峰队 守了很多波 打了很多波漂亮的团战 我觉得非凡队这边 苏炳天他的卡应该还蛮肥的 从开局到现在 我看到他的技能 又是孟雷 能走有二技能 成功躲掉了女王的大招 这个位置在一起都回去 但是俊北老帅 提前留下了技能 老帅在这个影子位置已经等了很久了 要花本来去追他好守影子 在一起这么多年 后来想干什么 对啊 还是我最了解你 还是我最了解你 诺元又在这个同样的位置在蹲人 看伪装会不会过来 这是他的一个惯用的套路和打法呀 是 你可能这个草里没有我 下一个草可能就有我了 好了 非凡队这边是想要再一次找机会 把上路兵先带一下 相对应的 巅峰队这边已经在处理下路的兵线 是 而且是女娃和这边鲁班七号一起走 这两个英雄其实有个互相保护的 对 一个成分在的 对 非凡队还不回家吗 要不这边鲁班七号可以把高地给磨掉 回了 回了回了 这边赶快后退 下路兵线推上来 非凡队防守了一波 这波其实现在双方都不太好推力 对 他过来刷了一个大 后面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大龙要做一些文章 对 还是从大龙通过吧 猪崽快刷了 诺严是真的凶啊 上来又打出了一个沉默 而且这个沉默速打得很快 忘了也没有地方跑了 位置有点尴尬了 位置很尴尬 拿下这颗人头 应该是出了暴击 出了暴击 而且他其实现在输出已经很高了 现在鲁班的装备非常的好 对 他只要输出环境好 是能打出很高输出了 这边张奇科上来 追着 一分往后交了一个闪现 这个输出位置 是一波零换四 张奇科是最后 能够为对方做防守的队员了 张奇科能不能守住 但是我跟你说 体育精神这个体现 哪怕就最后一个人不能放弃 是的 他没有放弃的 她不会放弃的 他不会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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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场面赛 打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从阵容 还是双方的一些打法 有来有回 很有趣 而且其实说实话 今天在场了四位明星选手 林伊丰 欧豪 张奇科 苏炳 也包括我们六位KPL选手 他们打的都是非常精彩 非常的好 非常好 今天我觉得在场的四位明星选手 他们我觉得跟对方达到的这种气势 就是跟职业选手就是五五开一种气势 旗鼓相当 我觉得他们战术套路 这个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说除了像吴恒你来我们队伍 马上来当教练了 明年新系有你好不好 好了也是感谢我们十位选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 再次恭喜电队获胜 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场上十位选手 好了那么我们的市集交锋明星赛 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马上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谢谢 好谢谢也是非常感谢 白乐 陈轨和琪琪 为我们带来的舞台的解说 同时呢也再次呢 邀请我们十位的嘉宾 回到我们的舞台 有请 现在就是凉了 是在这里打得会紧张是吗 对对对 跟我们聊聊感受吧 这一场比赛您自己的感觉如何 对方赢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这边四个人 那边六个人 我可能没太有用 哈哈哈哈哈哈 这边的手太冷了 有时候打比赛的时候 得先热起来 就跟体育比赛一样 因为也是电子进去 打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手一直都是热的 打游戏手都是冰凉的 对 一项目对吧 那边打的 好 您的如何 我觉得对手太强大了 我感觉好像现在还在梦中 好像还没结束吧 好 那我们这边非凡队的也可以来分享 刚才一些感觉 伪装 你觉得打得怎么样 我觉得打得挺好的 然后我在这里要夸奖我们一波 吴迪凯 对吴迪凯真是打得不错 然后我还有一个独门秘诀 就是我们的 你看我兜里有宝贝吗 看我的Vivo X20 看我的Vivo X20 他为什么会突然从兜里 闪现出来一个Vivo X20 哥哥 下回我问了你再掏好吗 这样植入会比较自然一点 好吗 请问您为什么这一局打得这么好呢 那重来一次嘛 好 重来一次 请问你怎么打得这么好呢 因为这个问题 以前就有人问过我 然后我兜里有宝贝 是什么呢 那就是Vivo X20 是不是自然多了 好嘞 嗨 不错啊 这一刻真的是 好笑地又上一声了 刚才大家其实看比赛 我觉得都非常过瘾啊 特别是两军对阵的时候 大家这个现场都爆发出了非常精彩的欢呼声 咱们是不是也问一问 今天对于待会的决赛 今天在场的各位是什么样的看法 好 来我们非凡队首先有请张蒂克 应该决 QG HAPPY XQ QG HAPPY XQ 加油 必胜 那我们也是分别打call完毕了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期待 好